- 大家好,我們是絕代Chuckin,我是大副中原,還有Mini-Q-Kurri,哈嘍! - Miki! - Mini-Q,還有小小Q-Eggis,哇,你自己在裡面,好動! - 白白! - 我們在海上,一片汪洋無稽的大海 - 很舒服的地方 - 這次來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郵輪上花了多少錢 - 比如說我們有哪些覺得很棒的地方,還有哪些覺得優點,有些是缺點 - 然後跟怎麼預訂這樣子 - 其實大家應該會想知道就是那種郵輪要怎麼樣訂嘛 - 但其實這個超級簡單 - 就第一個步驟就是只要搜尋Disney Cruise Line,然後到他們官網上面 - 它就有一個選項就是你想要從哪裡上船 - 然後從哪裡上船跟你有幾個客人,然後就按確定之後 - 它就會搜出那些行程 - 然後像迪士尼油輪,它其實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上船 - 他們都有船,像在紐西蘭啊,西班牙啊,意大利啊,還有澳洲啊,佛羅里達啊,或是溫哥華啊 - 喔很多耶! - 其實這些地方都有,但是它的時間就不一定 - 就是看你的行程 - 對 - 然後跟你住的地方來有沒有方便 - 像我覺得 - 第一個步驟選就可以選說你從哪個地點,然後再去選日期 - 假如我們這次就剛好來美國,我們就從 - 就看美國最近的那個日期 - 對對對對 - 然後我們聽說有新加坡的,可能要在2025 -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我們那時候應該也會去做 - 對,然後我們這次啊,一家四口花的錢啊,我看一下喔 - 郵輪是總共刷了我們一家四口 - 兩大,一小,一嬰兒 - 因為小孩跟嬰兒這樣好像有點差 - 喔 - 所以兩大,一小,一嬰兒總共是十四萬七千塊 - 四千美,四千三百美左右 - 對,然後其實中間可能有真七千塊啊,應該就是一個保險 - 因為它有一個郵輪有一個假期保障計畫 - 就是假如說你臨時取消的話,可以變成一個購物金 - 就變成郵輪的儲存的金,你下次可以再用 - 喔 - 就是因為假如一般你直接取消的話,它可能不會退錢給你 - 對 - 假如臨時真的有什麼意外的話 - 但是有加入這個保障計畫,就等於是說 - 我覺得也是對我們自己有一個保障,還有一些醫療運輸啊 - 假如真的有發生什麼意外的話,可以有一個保險的概念這樣子 - 十四萬的金額啊,它就包括你 - 因為我們就是,它就是每一個行程 - 有些有三天兩夜,有些有五天四夜,有些有七天六夜 - 喔,七天六夜感覺很爽耶 - 對,就是然後每一個點都不一樣 - 然後我們五天四夜的這個價錢,這價格就是兩大一小一英格 - 就是十四萬這樣 - 對,如果你們兩個人來住,或是一個兩大兩小的家庭來住的話 - 可能會上下浮動有一些不一樣 - 對,然後它的價格就是包括你在這五天之內的賽船上所有的 - 吃、喝、煮這些的啊 - 對,除了酒 - 對,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飲料 - 對,特別的飲料 - 還有一些娛樂用的,比如說我們剛玩Bingo - 就要多付錢 - 然後買一些禮品也要付錢 - 最後的時候它會給你收個小費 - 因為美國就是很注重小費嘛 - 然後它一個人 - 一個人一天人頭費是四塊美的小費 - 所以我們四個人 - 然後四天總共收的小費就會是二、兩百三十二 - 然後這個小費啊 - 它是會給八草堂內的清潔人員 - 然後第二個就是有一個接待我們的一個像是經理之類的 - 然後再來一個是我們餐廳服務的服務生 - 就是主要幫我們端盤子的那個服務生 - 對,它通常都只有一個人會服務人家 -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一個酒水的服務生 - 對 - 總共四個 - 然後總共就是 - 然後每個會給的價格其實不一樣 - 但是我們總共它都已經幫我們分配好了 - 對,它有一個比例 - 分配好了,像比如說這樣子 - 一個是七十六塊 - 就是我們的那個餐廳服務生 - 餐廳的服務生最多 - 然後跟那個搭燒房間的 - 因為他們最辛苦 - 其實上船的時候你可以 - 就是你會綁一張信用卡 - 就是你船上的消費最後會刷一張信用卡 - 所以你在船上其實基本上不會看得到 - 你花了多少錢 - 對 - 它APP上面也會有每一個你花費的明細 - 然後例如說我們像我們還有買了兩隻手機的網路 - 然後是兩百四十五塊 - 嗯 - 對,所以我們最後 - 在郵輪上面的消費已經花了十四萬塊嘛 - 然後再來就是它到時候 - 我們最後它會再刷一筆錢嘛 - 就是買Chart - 它今天可能又像我們剛才玩Bingo啊 - 對,我們花了六十塊 - 在Bingo - 對,可能又買一些中間 - 我們買一些那個飲料 - 特殊的飲料 - 對,我們每天晚上都會買一個那個 - 很可愛的杯子 - 然後還有網路啊 - 其實它這手機上面其實都會有名氣 - 所以你都知道你花了多少錢 - 然後它也會告訴你在哪一間餐廳消費 - 跟你買禮品,就是你買禮物 - 買了那個紀念品 - 它也是在 - 也是直接B手 - 手錶或是B房卡 - 或是你最後要買那個照片 - 也是直接刷這個 - 對,然後所以我們這個 - 這就是最後的消費這樣 - 對 - 它就會顯示在上面你花了多少錢 - 然後最後就會call你一開始 - 登錄的那張信用卡這樣 - 沒錯沒錯 - 所以等於 - 其實一個大人是五萬塊 - 然後小朋友兩萬五、兩萬五這樣算 - 喔,一個大人一天一萬塊 - 好像還不錯耶 - 就蠻划算的 - 因為你住宿差不多就已經七八千 - 對 - 如果一個人住宿了 - 住高幾點的話 - 就全包式度假承那種概念 - 對,我覺得花起來還蠻值得的 - 如果你在美國當地消費 - 其實也是蠻貴的 - 但是如果你看 - 如果把這個錢拿來做有了 - 其實還蠻舒服的 - 你就可以享受很多 - 很更容的享受 - 對,然後又很秀 - 讓他們的服務也都覺得很好這樣 - 然後很難得,你看我們在海上 - 海上耶 - 我覺得他們非常划算的 - 就是假如說小朋友 - 他可以在俱樂部裡面 - 就是爸媽就可以放風 - 其實就很值得 - 如果小朋友大概四歲五歲 - 他們可以自己出去玩 - 對 - 然後甚至聽得懂英文 - 然後可以講一點英文 - 對 - 你其實完全不太需要管他 - 對,然後但是我覺得 - 像QQ他就比較 - 第一個是他有點語言不同 - 雖然他跟我說他都聽得懂 - 但是我覺得他可能會有點害羞 - 因為有時候要表達他的需求 - 他沒辦法表達 - 所以就會有點焦慮 - 嗯,然後他又 - 又還沒有去上學 - 所以就比較不知道說 - 你要怎麼單獨跟老師相處 - 所以像我們這幾天 - 我把他送到那個聚樂部的時候 - 但是我都會在門口等他 - 因為我知道他可能下一秒他就會哭了 - 對,然後我覺得他有一個很安全 - 就是他有要Pick Up - 就是他要接小孩的時候 - 他們會要講一個通關密語 - 啊對,我上次接的時候 - 對,講通關密語 - 然後我差點想不出來 - 想不出來 - 就是他會叫你設定一個Word - 叫你設定一個那個詞 - 然後你去Pick Up的時候 - 他會問你那個密碼是什麼 - 然後你跟他講 - 才可以接小孩 - 沒錯,不會說隨便被接走 - 對,這樣子就很安全 - 對,而且他們就是 - 就是小朋友都在裡面的時候 - 就是也是不准家長進去 - 其實這樣也算是一個好的方法 - 因為就只表示不會有 - 不會有怪怪的幫媽媽跑進去 - 去接觸其他的小朋友 - 沒錯沒錯 - 其實算很安全 - 而且那個工作人員蠻多的 - 我覺得顧得蠻緊的 - 對,再來就是他們App - 就是他們每天都會有非常多的行程 - 對,然後你看他就是一天的行程 - 就從早到晚 - 你看他同一個時段 - 你看這樣12點15有幾個活動 - 1 2 3 4 5 - 同時喔 - 對,就五個活動 - 有一些有Bingo啊 - 然後有一些有問答節目啊 - 然後有一些秀還有拍照的點 - 有一些Party - 很多種類 - 然後他有分 - 而且他這邊都會有寫時間 - 然後地點在哪裡 - 然後跟他有分年紀 - 有些是青少年晚的 - 有些是大人 - 品酒的活動 - 我有看到嗎? - 什麼Mojito的品酒活動 - 對,有些是大佛大人 - 然後有些是全年齡都適合的 - 有些是符合小Baby - 就是小朋友的 - 那我剛才講另外一個就是 - 他們還有托嬰的服務 - 但是我們捨不得 - 我們就自己帶著 - 不然他們有吃托嬰的服務 - 然後托嬰的服務 - 是需要另外付費的 - 兒童俱樂部不用 - 就是三歲以上的兒童俱樂部 - 是不用外付費的 - 不用外付費的 - 那個迪士尼郵輪是很值得 - 下次再來的一個東西 - 因為在裡面就是 -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 - 就是外國的風情 - 而且我覺得在這邊啊 - 會比就是說你在美國 - 領土上面安全的感覺啦 - 喔有啦一定有 - 因為郵輪上面就是你 - 就是大家都是有花費消費進來的 - 然後大家幾乎都是家庭 - 所以我覺得相對起來 - 大家就是蠻安全的 - 就是一個很和樂的一個氣氛的地方 - 非常和樂 - 然後你也不會擔心說 - 喔東西被偷還怎麼樣 - 因為你就在船上嘛 - 你在偷也不能到哪裡去 - 然後你一方面也會覺得 - 喔這邊真的是 - 自然真的很好吃 - 然後我覺得有一點點就是 - 它這個船最近真的有點晃 - 會有點暈啦 - 所以真的會暈船的人 - 是要注意一下 - 但沒有小船那麼晃啦 - 就是頂部就左右搖一下 - 這沒有很嚴重 - 對 不是會晃到你會想吐那種感覺 - 就是有點 - 就是輕輕這樣 - 海來海去那種感覺 - 就是你會知道自己在海上嗎 - 對知道在海上 - 但沒有像那種小船那種 - 會暈到吐船那種感覺 - 對 我是非常容易暈船的人 - 所以我對於這種 - 就是我可能平衡感比較 - 比較敏感還是怎樣 - 反正就是我是很容易暈船 - 但我坐在上面完全沒有什麼暈 - 除非那種啟動的時候很晃 - 我會覺得有點暈晃晃的 - 但是其他時間就覺得很臭很舒服 - 其實有沒有真的蠻推給大家的 - 如果之後亞洲有其他新的航線的話 -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嘗試看看 - 我們可能也會去坐 - 對 - 說不定會遇到我們 - 而且像迪士尼遊輪 - 它就是跟一般遊輪蠻不一樣的 - 就是它沒有賭場 - 對 就是真的很佛小孩 - 就是很適合親自來的一個遊輪 - 剛剛講到的是優點嘛 - 現在我們稍微講一下缺點 - 好啊 - 這一次的缺點我覺得是可以跟上一次的遊輪來比較 - 上一次的船比較新 - 這一次我們的Wonder - 舊了一點 - 對 Wonder好像很久 - 它的我記得好像十年的船吧 - 還是更久 - 船小一點點 - 所以船有稍微比較晃一點點 - 所以如果你們第一次想要體驗的話 - 我覺得你們可以找Wish -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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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 哈 哈 - 哈 哈 - 哈 哈 - 哈 - 1999年 - 可是我覺得 - 快30年的船 - 二十幾年的船 - 對 我覺得這相對是叫缺點 - 但是相對他們其實 - 也有點優點 - 他們雖然船很近看已經20年了 - 但是他們保養維持得超級好 - 對 都有持續在更新 - 反正他們內裝阿 - 有一些真的都有在更新 - 對阿 都有在更新 - 就不是說很老 - 對阿 - 你看我們這個 - 你看把守如果20年 你很難維持這麼新啦 真的 因為太陽曬了 一直在漆 他們一直在補這個 對 他們一直在補這個蠟跟漆 然後船身也維持得超級漂亮 然後你看這個都有很乾淨 欸 我們現在不是在講缺點嗎 就想要把它平反一下 沒有到這麼不好 就是雖然是20年的船 但是還是很厲害 對 我覺得蠻值得做的 對 所有的設備這些都是新的 就是像很老的那種船 對 第二個缺點 這一次沒有Marvel Show 我們這一次這個缺點 就是我們本來是很期待Marvel Show 但是我們好像行程沒有確認好啦 它的WONDER號不是每一個都有Marvel Show 對 這一次就是比較Disney的感覺 對 然後我 因為我是在網上看到 他們的WONDER號 因為以為都有 然後他們的 有一個缺點是他們的行程 每天的行程 你要上船之後 登錄他們的法號才看得到 所以就會不能確保說 他到底有沒有這個Show 除非說你打電話跟客伯倫說 我們這次做的這套船有沒有 就是要更有方法去確認一下 怎麼做 對 因為像美國人 他們可能就直接打電話 然後我們台灣人就 我現在英文不好 就打電話就直接 他講太快我們也聽不懂 這是一個小缺點 但是其實可以 有辦法可以解決的啦 對 然後就是 因為他們主要的客群應該是美國人 然後就是比較沒有那種 會講中文的 如果有會講中文的話 當然是非常好 就我們英文不好 這邊的英文雖然要稍微好一點 對 但是基本溝通還可以啦 像我們這一次 我們兩個英文就很爛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還可以 還夠用 就是每次人家講完話 我跟中文說 他該是說這個 好 我要是說這個 OK OK 他不是說這個 是他到底說什麼 後來要想一下這樣 我突然想到 就是他們的照片 就是他的照片 雖然在船上都有攝影師 一直幫你拍照 然後但是如果你要把這些照片 帶回家的話 你就要付費解鎖 你要下載的話要錢啦 但我覺得是合理 對 但是他就是 10張是149.9 然後15張是199.9 然後再來講的是 全部就是229 229是全部都可以買的 對 這大概7000塊吧 對 7 8000 對 就可以買到全部 如果你有拍六七十張 我覺得就很划算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拍起來 沒有到非常非常非常好看 除非有一些景點 有一些景那個 他拍的陽光底下 我覺得蠻好看的 因為他們都是用閃光燈去拍 閃光那個感覺就很重 對 沒有到非常漂亮 就沒有那麼柔和啦 對 但是就會有點 拍了就想要拿到這照片的感覺 對 就想說 好啦 既然都上傳了 就還是值得紀念一下啦 對 那個訂房完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桌次給選選 就是晚餐 因為他們晚餐都在不同餐廳 對 那他們有兩個T次 一個T次是5點45 一個T次好像是7點半 嗯 然後就這兩個T次 你可能要先選好 你想要再哪一個是點點用餐 對 像我們都選5點45那一T的話 就會稍微有點早一點 但是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吃完早點睡覺 對 也不錯 對 郵輪他們通常都會停留 一兩個下船的地方 像我們這次就是停留在那個 阿瓦隆 然後跟墨西哥那邊下船 我覺得這次偏可惜一點 是沒有那種私人的小島可以 下去玩 對 就在奧蘭多才會有啦 奧蘭多之後還有一個新的小島 喔 對 最近又買了一個小島 對 還在快開放了 所以之後如果大家有去奧蘭多做的話 那個小島應該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特別想要去那個小島玩 可以看我們第一集看一下 做個觀測 這一次就比較偏可惜一點沒有 對 就航點不一樣 缺點我覺得好像先這樣 然後再講幾個特別的點 第一個就是大家如果來的話 就可以像我們前面有 是不是帶那個磁鐵來布置 或是可以在船上買 因為那是他們的一個傳統 就是在船艙的門 就一個儀式感 我覺得很溫馨很棒 對 貼得很可愛 就是大家帶小朋友會有一個儀式感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的房門 左邊有一個FISH 然後那個FISH也是一個他們的傳統 就是他們有些人會在FB的社團 會約定說 我要送船工給你們這樣 反正我最後我還是有在船上間的房門 我放一個小袋子 然後還是有人去投東西 對啊 我覺得很溫馨 就是有一種聖誕化那種感覺 就是去投東西給你 然後現在就投一些那個 螢光棒啊 小娃娃 小朋友仔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傳統 你可以帶著小朋友去奔 對 那他認識什麼要分享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教練 只是這是我們 因為我那時候以為沒有加入社團 就覺得不能講錯 不然真的很想要買一包 好啊 下次我們來的時候買一包 來一箱 對對對 來分船上的人 對 而且我有發現有些 給我們今天名單 不只是這一層夾辦人 對 從八樓的都有 頭動這些都很牌 而且都會滿小朋友的路線 對 像跳舞啊 看表演 就會給小朋友看 這樣子 啊 就是只有在前面 小朋友前面可以看的地方 只有小朋友在音樂 對 搖滾區這樣 對啊 九折的 就是牛人是蠻 蠻推的啦 只是來這裡需要很遠 所以最後亞洲的行李的話 真的 你剛剛還蠻常去做的 常看的 如果你在船上的時候 預定下一次的 對 的那個旅行的話 它有九折的優惠 對 有九折的優惠 所以很多人就是這樣子 然後一次接一次 接一次接一次 就是給你一個 然後 15萬打完九折 如果要去你可以趕快定一下 對 像我們現在就在想說 因為現在亞洲航線就有 然後新加坡又很近 所以我們就有機會可以去 所以我們就有預定下一次 我們上次在奧蘭多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說 我們下次會再來 因為那時候想說可能 可能 喔 這一次就夠了 結果沒想到 欸 就來了 剛好有機會 因為這次剛好長航航空 他們站住我們 機票我們就 飛到美國來 就想說剛好來這個游門這樣 對 剛好這日期也有 就定了 哇 真的 一切都很剛好 對 很剛好 大家會先附一筆訂金喔 會附一筆 250的訂址 但是那個訂址之後 就會扣在你的那個房間裡面 還有一個 還有優點 就是他們全天的 就除了有正餐 就是有早餐午餐都在餐廳 然後他們 加班酒 就是上面的女樂區 游泳池那一圈 那一圈全部都是 還會有吃的 像是冰淇淋啊 然後還有飲料區啊 然後還有飲料區啊 然後還有飲料 漢堡 薯條 飲料機是 超多台 都可以隨時去拿 就是那個 那一個就是 不管你是 早上還是晚上 就其實你基本上 什麼時候出去 你都一定有東西吃 我覺得你游泳游到一半 還可以吃東西 我覺得就是 一個吃到網 是很爽的一件事 然後你不想出房門 你就直接 也不用錢 他會幫你用自助餐 再送過來 然後房間每天早上 晚上都可以幫你打掃 兩次 打掃兩次 哇 很難用掌啊 真的 對 夜場 那邊也好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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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把他們都想要 蠻複闖的 就是他們服務周到 讓你會覺得說 這是這次 你才 你花這個錢 非常值得 嗯 那就是他們就是 第一次遊園 他們也會有一個 一個聚樂部 就是還有一個會員 感覺像會員的感覺 是你只要 來第一次的話 就是你 就是一般的人 然後你來過第一次 第二次來的話 就會有一個漂流島區的門 然後你就會有 那個識別證的套子 然後他會送你 來第二次他會送你一個包包 還有一個刺子 在這裡 我不知道之後會送什麼 好期待喔 之後會等 如果你要等下一個展規 大概好像要做蠻多次的 喔 喔 我看有些人是 金色的袋子 喔 那個應該是 對 高級會員這樣 高級會員這樣 你就會很期待 下一次的旅程 會有什麼驚喜這樣 對對對 好啦 很長欸 好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 要再一次 對 我覺得真的是 很推薦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囉 記得按讚 分享到我們 上線 掰掰 OK 弟弟掰掰 弟弟在裡面 好乖耶 好開心耶 好厲害喔 別人 섞人 選擇 等級會 這碗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